玛丽一家人第一次坐飞机 被折腾得体无完肤 飞行了两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站了 我们仨人相依为命了 大包小果的 咱们进城先找个工作吧 这老太太可怜的 她的腿还没好 现在先找一个酒店先住宿 住酒店老贵了 这地方酒店一天600多RMB 大娘的腿伤还没好 我只能在机场附近找一个酒店 这里是巴布亚的经济特区 类似于中国香港 但这里和香港简直没法比 这个房间一天650RMB 只因为她配了一台空调 大娘习惯性的洗地而坐 眼神中充满了好奇 好像是进入了一个 她完全不能理解的世界 解决完住宿问题 还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这个地方老晒了 四十多度 我现在去给他们买吃的 偶偶逮捕 我找到一家餐馆 买了五份鸡腿米饭 我们把食物放在地上 然后围坐一团 和部落人在一起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吃饭 我早都习以为常了 带部落人进城 我就像是一个大家长 不仅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还要给他们带来 比部落里更好的生活 这样进城才有意义 不过也好 大娘一家人 已经成功地激活了我 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因为我知道 未来我要做的还有很多 不过 嗯 嗯